今天給大家發幾句新地圖,這個房主開了一個叫城堡EV1 城堡EV1我們看一下這個地圖,這個地圖我是第一次玩的吧 你看有很多彩色放 然後我當時看到這個城堡EV1被這個城堡包圍了,我想打包 結果我發現了這個城堡裡面可以進兵,既然可以進兵,我們直接造很多動員兵過來 造很多動員兵,趕快搶這個城堡,搶了城堡等下他就出不來了 他發現了,這個對手發現了他也趕快造兵佔這個城堡 但是我們的動員兵比較便宜,這好兄弟100一個多造一點,把這個堡壘給他搶了 然後這個對手他選的是美國,因為這個有很多城堡 他選的美國等下可以投閃兵,進這個城堡 我選的是蘇均 而且這個房主他在上面關账,本來是我跟這個房主打的 然後突然一下又進來了一個人,又進來了一個人,那個房主就說 你們兩個人玩,我在上面看一下對吧,這個地圖我是第一次玩 玩了一遍我就懂了對吧,然後你看他,他選了個美國 選了個美國我想衝進去打他進不去啊 因為這個門口的城堡都進了兵 進了兵你要想衝進去很難的,只能拐個彎對吧 拐個彎到上面去打那個城堡再進去 但是我拐個彎了,他也會走上面多近一點兵啊 你看他,他在家裡出了一個飛行兵 出了個空子部造飛行兵來整我 造飛行兵整我呢,我們手裡掐個防空炮 你過來放個防空炮 然後他在水裡面出了個船廠啊,難怪他選個門主 中間的水坑裡面可以出船廠對吧 等一下船廠一照我家裡就踩不了框了 然後這個時候我想強行衝進去 把他這個城堡打掉,你看這個東西啊,裝甲很硬 有這麼多兵,你看這麼多兵打半天才打爆一個不行 這不能這樣,硬衝,硬衝呢還是比較吃虧的啊 這個地圖呢感覺還是一手難攻 然後他躲在家裡造飛機,你看到沒有 造了四個飛機要炸我的防空 先打開口子,先把這個口子打開啊 然後他有一點慌,在家裡造了三個地堡 然後你看,他那個三民投到我家了對吧 投到我家有可能會進我家的城堡啊 我們趕快造個輻射兵,造個輻射兵 你進了我的城堡,我大不了不踩家裡的礦 反正家裡的那個後面是黃金礦啊 那黃金礦踩不踩無所謂 我們還是把牛車拖到外面來 我特意把這個口子打開啊 打開以後呢,我們這個牛車走這裡出來 到外面踩礦,然後他的飛機要炸我的牛 哎呦,不小心把我輻射給炸死了 牛車沒有死了,一滴血 既然你喜歡玩防守 玩防守那麼好呀 我直接出基諾夫出鐵幕對吧 我坦克衝不進去,我等超級武器 而且你在家裡呢,你等一下會沒有錢啊 你看他家裡的礦踩光了對吧 等一下踩光了他就沒有錢 他必須得出來 你不出來,你躲在家裡沒有用的 你出來我就點你,你的坦克沒有我多 你出來我就點死你的坦克 你躲在家裡呢,我就造基諾夫 然後他四個飛機造防空,防空躲彈 防空躲彈,還有兩個殘血的啊 兩個殘血,等一下我們造個維修車修理一下 直接出個鐵幕啊 你躲在家裡不出來,我就造鐵幕 你這閃兵頭到我家呢 我就把輻射兵拍過來對吧 然後你看,他現在踩的沒礦了 沒礦了,牛車就要跑出來 他肯定不敢走下面延伸出來 你看他延伸到上面去了 走下面延伸出來呢,他坦克打不贏我對吧 你飛機炸我,我造四個防空 多照點防空,然後造個維修車修一下 基諾夫呢,我們就拐一個彎了 拐一個彎過去,讓他花錢造防空 我走這裡拐進去,拐進去直接炸電場 你飛機炸我防空躲彈 把四個防空拍過來 然後基諾夫拐進去了,你看到沒有 他一個愛國者打得比較慢,要造防空車 造防空車,但是來不及 你進去了,砰這一聲,再砰 炸掉你的電場 哎呀,空子部沒炸掉,炸掉空子部就好了 然後這樣耗下去呢 我感覺他還是有錢 他這個上面有四個牛採礦對吧 所以說我當時我想呢 我感覺可以分一下兵吧 我等一下分個四五個坦克呢 走到後面去 我先分四五個坦克 分四五個坦克,然後帶兩個防空車過去 他一看我分坦克,他必須出來對吧 哎,你出來我就掐住你的頭,把動員名派過來 你出來你打不贏我呀 然後你怎麼辦 你後面的牛區比較危險啊 他直接拐個彎過去救,過去救沒有用 我的鐵墨好了 哎,你過來不要動 我們把這個坦克擺火隊形直接套鐵墨 套鐵墨打掉你的坦克 你坦克往後面走,我後面又有攔截啊 哎,攔截你的坦克 你這坦克全軍覆沒了對吧 所以說這個地圖啊 看上去叫城堡一塊地 但是躲到家裡沒有用 必須要延伸出來對吧 躲到家裡沒有礦 你礦踩完了你還是得出來 所以說還不如提前出來啊 這下你在家裡吃那個黃金礦沒有用 吃黃金礦呢 我們就走這裡打開圍牆對吧 打開圍牆走這裡衝進來 把你牛車一個一個點光 點光了以後你沒有牛啦 經濟不好 然後這個對手呢就受不了了 基本上守不住了對吧 直接投降 他投降以後呢 然後又是這個對手啊 房主還在上面關著 房主呢本來想來玩的 然後這個對手有一點不太服氣對吧 他還要來 還要來呢 然後他又選了個美國 他也估計也是第一次玩這個地圖啊 第二盤呢他就學聰明了 他想搶這個堡壘 但是我也學聰明的啊 我玩的吧我就知道的啊 所以說我一上來什麼都不知道 我直接兵營延伸出來 第一盤呢你們得把視頻倒回去看看 第一盤呢我是不知道 我招了兩個兵 所以說慢了啊 第二盤我知道這個地圖了 我直接兵營 第一個兵營我就招到外面來 招到外面來 我直接三十個兵不講道理 我直接招三十個兵過來 你也學聰明了 直到第一個礦場放在外面 你放在外面沒用啊 你打得贏我這麼多動員工對吧 我這個動員工無限的招 你就守不住了呀你看 第二盤就比較快 一分鐘不到直接帶走吧 帶走了以後呢 然後這個房主他就想來玩了對吧 房主就說他來玩 他來玩的話呢 然後他就換了個地圖 因為這個房主啊 對這個地圖比較了解 他換了個地圖 他覺得上一個地圖 我玩了兩盤 應該有一點熟練 然後他換了個地圖 但是這個地圖呢 跟上一把的地圖差不多 你看我當時我還兩個兵營延伸到外面去 這個地圖呢就沒必要延伸到外面了 因為外面沒有礦對吧 跟上個地圖是反著的 這個地圖呢就是要窝在中間 不要出去 外面沒有礦 導致我又造了兩個兵營延伸到外面去 我以為是上一把的地圖對吧 然後我們先造很多很多的兵 他也造很多很多的兵對吧 這個是房主啊 不是上一盤的對手 這個房主呢要廢晚一點 然後你造很多的兵 我就搶你下面的堡壘 搶了你下面的堡壘 你過去打我的 打我的堡壘 我的兵就準備往裡面衝了 先把這個堡壘佔了 然後我發現後面呢有兩個遊艇啊 我們先把遊艇佔了 這個地圖呢就感覺要再窝在家裡 窝在家裡出坦克 等一下後期呢可以出海軍了 因為這個後面有一條海軍的吧 但是前面不著急出海軍 前面就是靠陸軍 哎瘋狂的造兵造坦克 然後你看他 他光顧著去跟我搶這個堡壘 搶這個房子 導致自己手速慢了 重工還沒出來對吧 而且他還犯那個失誤 那個工程師沒有進油田 看到沒有 停在那個油田邊上曬太陽 他忙不過來了你看 這房主忙不過來了對吧 然後我這麼多動員兵打過來 他沒有辦法只能造狗 造狗來不及呀 這個動員兵好兄弟 一百一個你為什麼捨不得造 然後我們直接穿到後面來 穿到後面來直接打牛啊 因為兩三個坦克 打基地比較慢 打重工也比較慢 我直接斷你經濟 打掉你的牛車 然後動員兵打掉電場 再拐過來幹掉你的基地 這個對手呢 他就守不住了對吧 這房主就沒了啊 然後這個房主呢 被我整死了以後呢 他下一盤呢 他又翻了個地圖 翻了這個地圖呢 也叫城堡EV1啊 基本上跟這個地圖差不多 第二盤這房主 感覺這個地圖打不贏 他又換了個地圖 你看這個地圖 這個地圖呢 也是一出來基地被關起來 對吧 然後又進來了一個觀戰的 那個觀戰的在打字 他說什麼 呀呀我是你的粉絲 他是這個房主的粉絲 不是我的粉絲對吧 他是這個房主的粉絲 然後房主這一盤呢 他換了個國家 他換了個英國 這個地圖我感覺還是輸軍厲害啊 他為什麼選英國呢 因為他 他看到我盤盤上來爆很多兵 爆很多兵 他想等一下來出舉舉手 對吧 我們先把自己基地 邊上的那個房子佔了 你不佔 等一下他佔了我這個房子 就會打我的基地 你看 你看一句造兵 你家裡的房子都不佔 我趕快兵分兩路 兵分兩路 搶佔他那個堡壘 搶佔了他的堡壘 就可以打他的基地的時候 我直接造很多兵 你想出舉舉手 但是你的舉舉手呢 要造了空子部 才能造舉舉手啊 我這麼多兵拐過來 然後你三個大兵守住我這三個大兵 我上面來了兩個兵 看到沒有 上面來了兩個兵 趕快搶他的房子 搶了他的房子 可以打他的基地 把他房子一搶 然後這邊再進去 準備再搶他的房子 然後我直接出坦克 這個對手呢 你看他出了個空子部 他剛才動了一下基地對吧 動了一下基地 他中工造的一半 就取消了 取消了 然後他出了一個空子部 造舉舉手 你知道舉舉手有什麼用 造舉舉手 我直接撈個彎 下來打你的牛車 他就沒了對吧 所以說這個地圖呢 我感覺 英國呢 還是沒有輸軍力 像這種地圖呢 我感覺還是輸軍力 法國都不太行 法國你就算軍炮延伸過來 我直接撈後打你的牛 你怎麼辦呢 對吧 而且這個基地車也可以拉出來 把這個房子打破 打破就給拉出來 然後這個小綠打得住 這個房子打得住 對吧 他說我剛才不小心 拉動了一下基地 導致自己中工沒出來 他失誤了 然後來看第五盤 第五盤呢 那個房子呢 他就到上面去觀戰了 你看到沒有 然後那個觀戰的說 壓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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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 三四个对手比防守都要厉害 这个蓝色呢你看他上一盘也在上面观战对吧 他看了一下这个地图 然后他一上来他也选那个苏军跟我一样 跟我一样不讲道理一上来造三十个兵 而且这个对手打的挺好的 造了三十个兵我们还不太好充 你看他也在进房子你看到没有 他也是把基地边上的房子进了 我们也进几个不要进多了 进个一两个就是占个地方就行了 然后我这个动员兵准备冲过去打他 准备打这个对手 但是他这个兵呢跟我一样多 我如果再往前面冲呢不一定打得赢啊 你看他中攻也出来了对吧 我当时我一看这么多彩色棒经济比较好 我就不出第二矿场了 我直接造双重 因为造双重呢出坦克比较快对吧 我就不造蜘蛛了 他造了一个蜘蛛 造了一个蜘蛛在后面想装我的牛啊 然后我造了蜘蛛你的坦克就来的比较慢 坦克来的比较慢 我就想压一下 压一下然后他的坦克过来的 坦克过来 我们两个坦克打你一个坦克 然后再造一重 两重弓 两重弓出坦克比较快 先把这个钱花出去 这边来的一个蜘蛛 先在这甩个地宝 他看我甩的地宝呢 他就想装我的坦克 装我的坦克 直接点你的坦克 点你的坦克 他想装牛 装牛我就用牛车点死你的蜘蛛 这个对手是不是比前几个对手打得比较好 然后你压我的兵 兵散开 他也是一牛两重 你看 他这个思路跟我一样 发展也跟我一样 你看这个对手是不是挺厉害的 然后他直接出了个雷达对吧 我是没有造雷达 我是造了两框场 因为我造了两个重弓 我比较卡球 他不造两框场 他直接造了个雷达 造了个雷达 出了辐射兵 他想这个动员兵 带上辐射兵来进攻啊 但是没有用 你坦克少 我现在两个牛啊 你只有一个牛 你想造两框场 你都没钱造 因为你出了雷达 出了辐射啊 比较卡钱 然后我们期间甩两个地宝 他的坦克没有多 他就是辅助兵种比我多 然后你辐射蹲不蹲 你辐射蹲 你自己的兵也会烫死 你不蹲的话呢 你要一个一个射立线 我不怕 我就跟你挨在一起 大不了大家的兵一起死对吧 直接往上面冲 往上面冲 你的辐射还不蹲 我们先卖掉一中啊 这个重工呢 就是前面 你最快的速度 把坦克招出来 现在没什么钱 就卖掉一中 他没钱呢 他卖的GDA 你看 你卖的GDA 你没钱了对吧 所以说你这个雷达出太早了 出太早了 你就守不住 直接点杀你的坦克 点杀你的坦克 然后兵营 守住他的兵营 他的辐射一出来就死 你看 我这个动员兵守住他 他裤子都脱不下来 然后我们直接走过来 点死你的坦克 再打掉你的兵营 这个对手就没了 这个对手其实玩的挺好的 这个对手 Bueno 你去世界当兵营 在那一下 可能你不 plat 你的宝营 你的宝营 영상을看 你有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